我和前夫是经营介绍业势的 不久我们就结婚了 婚后一开始还挺好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他不务正业 没有丧机心 过了十年我们就分开了 然后呢我带着儿子 独自生活 后来我就遇到了一位男士 刚开始一挺好 后来他不想领证 我们就分手了 一个人单身久了 总是倍感孤独寂寞 希望到老能有一个伴 经过这痛苦的经历 我想再婚 我想领证 这样是对于我来说 也是有个保障 我想找到另一半 异地没问题 饮品好 对我好的就可以了 那相处多长时间 登记比较合适 就得跟哥哥上量 哥哥就是你了 哥哥 半年以上 半年以上 对 或者是一年两年 都有可能 这是一种法律保护的意思 它不是说谁生谁生 领证很正常 对 我是不找 我要找我就领证 要你都别通我 关事这关店 我就是这关店 我要不这关店 我还站不上这儿来 但是就考虑到这 但是简代表个人关店 因为简代表个人 现在老年人有很多 就是 也不领呢 对 大五个日子 就是样脸还不领呢 对啊 人和人不一样 咱本身领证也不腿 人家什么楼啊 脱存款的 咱不腿呢 就是在一起生活 这点工资完事了 可以那去干啥呀 我这人吧 性格就是比较懦弱 还有那个 另外呢 还方言嘛 就是隔闪 隔闪 对 挑剔是吧 对 挑剔 对 但是入你眼的人 你会好好对他不 会 那会 是吧 其实你不懦弱 叔叔 您特别有自己的态度 你只是说话的时候 伤有点小 然后刚才不咋爱说 这会儿 哪句话咱没听明白 是不是都听明白了 表达得很清楚 你有没有这个信息 能够入他的眼 我有 有啊 那女嘉宾 您心里边 有没有一个底 说我必须得到什么程度 就才结婚 也差不多半年了 半年 如果登记的话 叔叔 那这个人得在你心里边 达到一个啥样的状态 你才可以去跟他登记 处事能力 那得像我以前的媳妇 我得佩服 佩服 对 训你也行 那当然了 我服 对 我觉得我挺喜欢你这句话 我服 对 他这就千金他买愿意 他只要愿意了 你都行 对 他啥不会做饭 他愿意了 他也他做饭 我们男嘉宾 其实挺有个性的 但主要的就是要找到一个 能够打开他那个画匣子的人 还得让他真心佩服 这样的人 他就是愿意为你付出所有 你说啥他都听 男嘉宾刚才说 就是 拿他那个 也显那个气质 低 这个放 这些那什么的 去比较 去比较 你介意 这样的话我介意 我可不可怕做不到 你也能走出来 开心一点 咱们才能跟他过下去 天天想他以前老伴 咱们 咱们 咱的位置 跟他心里有位置吗 咱们 我觉得还是 感觉和模式吧 两个人在一起消磨合 磨合不到一块吧 没法在一起 融洽的生活 两个人都有性格特点 那就是真点对卖忙了 那你现在来到爱的选择了 你面对的是更多的女士 有的人可能不如你前任老伴 有的人可能比你前任老伴 更优秀 但是你愿不愿意去尝试一下呢 尝试是可以的 是不 因为啥 我到这来就是想找个 诚心诚意的老伴 做完一辈子的 先暂时给你俩分开一会儿 看看想念不想念 来 先请起 暂时分开一会儿 先回到密室 也认真思考一下 好 要不要再重新在他面前 展示美丽的自己 好吗 好 来 这边请 接下来我们选择 第二位约会女嘉宾 您会选择谁呢